10月6日,在打关了队阵灰熊和步行者的两场季前赛后,霍剑队主教练德安东尼,在今天接受了采访,公开宣布了新赛季的用人策略,德安东尼公开点到了一些球员的名字。 他明确表示,新赛季除了哈登,保罗和乔佩拉,安东尼,戈登,塔赫,恩尼斯和麦卡威,都将是首发级别的球员。 目前火箭队已经敲定了这八大首发,以中国天才周期目前的实力和比赛经验,冲击首发肯定不现实,那么周期还有没有机会杀入额换阵容呢? 这要具体看看火箭其他球员所打的位置,内内,哈腾施泰因和克里斯,是中锋位置上的重要人选。 格林是得分后卫位置上的人选,乃特是后卫的主要人选。 必然2米31的蒋波哥洛泽会竞争3号位,洛选休克拉克会竞争4号位,目前火箭一线对报名的18元名单里,只有格雷和爱德华兹的出场顺位,是铁定要排在周期之后的。 这两个人预计将成为被淘汰,到发展联盟的首选,如果从功能性上考虑的话,在人员相对齐整的情况下,德安东尼会考虑从三名替补中锋里选择其一,比如相对年轻的克里斯在场上,用来和卡佩拉轮化。 格林、卡波克洛德将出现在替补席上,这样一来,周期最主要的任务,就是要和克拉克,竞争第12人的位置了。 如果能压倒西休克拉克,周期有望杀进轮化,成为4号位上的第二或者是第三选择,每场比赛得到5到8分钟的出场时间。